这几天呢 我和帝浩子把这一团区域 都已经勘察过了 还是没有收获 帝浩子怎么会跟你一起过来 他不甘心 还留在那儿继续勘察呢 这个共产党也真够较劲的 不较劲也不是共产党 那倒也是 不对 老爷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们国民党 不如他们共产党了呗 你们自个儿觉着呢 先说正事吧 接下来呢 我们还想把这块区域勘察一下 能不能找到军火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老爷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在想啊 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破解那首诗 是啊 那有什么办法呢 总不能等着军火 从天上掉下来吧 少爷 少爷 你看看谁来了 你怎么来了 赵汉涛 你这么盯着客人干什么啊 让客人坐啊 坐 坐 白鲁小姐 你不是日本特工吗 你不远千里 从新京来这里 是想抓我们这些反日分子的吧 少奶奶 什么特工不特工的呀 这原来白鲁小姐啊 那也是我们少爷的人 那个 少爷 我俩还有事 就先出去了啊 你们慢慢聊 是是是 脑子不开事了是 说吧 你从新京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潜伏到你们身边的 秦川说 你们的反侦探能力太强 想从你们这儿得到军火的消息太难 所以 派我 来到你们这儿打探有关军火的消息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秦川的掌握之中 对 秦川之所以留着你们 是因为他要靠你们找到军火 这个老狐狸 闹了半天 是螳螂补缠 黄雀在后啊 你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只要一旦找到军火 大家都没法活着吗 这下好了 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就没得玩了 还玩什么呀 雷露 那只要我们不让秦川找到军火的 缺陷位置 还是可以玩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就不找了呗 那我们就不找了呗 秦川之所以留你们到现在 是因为你们还有利用价值 如果你们不找军火了 对他而言 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了 那边有什么消息 我会再通知你们的 先告辞了 你 你要去哪儿 玉凤堂 那么还回哪儿 我跟秦川说了 我还要以玉凤堂 头牌的身份接近你 而且 这段那我也习惯 你说的这些话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你真想知道吗 我怕我说出来 你会难过 有什么事 能让我淮花伤心的 说吧 好 因为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我爱他 我爱你 张公子 欢迎来玉凤堂玩啊 反正你也熟悉 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必须要来 只有你来了 秦川才相信 我成功地潜伏到你身边了 小妖精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当着我的面就这么勾引你 人家也是好心来帮我们的 你这促劲也忒大了 什么叫我的促劲忒大了 你们相信他 你们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呀 他万一故意在我们面前这么说呢 你知道他在秦川面前怎么说的吗 我相信 张汉涛 你凭什么相信他呀 你相信他不相信我是不是 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别闹了 什么叫我闹了 我闹什么了 别闹了 张汉涛 我认识你了 那我先走了 我接着去勘察别的地方了 行 你自己当心点 别忘了秦川一直盯着咱们的 放心吧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对了 老爷 以后啊 我觉得你还是别表现得对 你可以走了 伯克承 你现在是临危寿命 我希望你尽全力维护好 禀岛城的治安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谢谢秦川队长对我的抬举和栽培 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有信心有觉醒 就很好 但是你要记住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专注本职 我知道 黄眉山在位的时候 就是因为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 不该做的 瞎做 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你很聪明 但是我问你 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我想 应该是先把 冰岛地区的反日残渣 清除干净 按你所的笨 去吧 是 在走 冰岛地区的 看来 是 我是冰岛警察局新任局长王刚 今天来这里例行公事 但凡有抗日反日反动言论者 一律给我带走 是 你就是领导报社的社长吧 正是 我听说皇家的事是你搞出来的 是皇家自作自受 罪有应得 我只是尽了一个报人的责任而已 起来 最新消息梁九天明天下午三时到宾岛指认你 他是见过你的 如果不阻止他 我们的计划将前功尽弃 我知道丽海关系 两九天的盘变 让我们的组织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去阻止他 我想求注意赵涵 此人虽有抗日之心 但毕竟不是我们自己人的 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好 我有份算 像这样的内容 以后不许登到报纸上 否则的话 我封了你的报社 我封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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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了你